川普披露,贸易战内幕智囊,踢爆川习下次会谈时间,美国总统川普一日发表谈话,表示美方与中共就缔结贸易协定进行谈判为时尚早,他施加的高额关税尚未令中共屈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周一跟媒体透露,与中共的贸易讨论没有取得进展。 他说美中双方的讨论还在进行,会谈主要集中在企业所有权和知识产权盗窃方面,库德洛还披露了川普,习近平下次会谈的时间点川普,高额关税尚未令中共屈服法广。 2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0月1日发表谈话为他采取的关税措施发挥力量,以促使各贸易伙伴,国座上谈判诸儿喝彩。 就中共来说川普表示,美国的关税措施尚未产生足够的压力,以迫使中共在谈判中做出让步。 川普说,中国希望谈判而且十分迫切,但我要指出坦白讲谈判为时尚早现在不能谈判,因为他们还没准备好,如果大家在政治上太过康促地勉强去做,那就无法达成对我们国家和工人适当的协议。 他说,他对进口中国商品所征收的高额关税尚未令中国屈服他还说,这是因为他们敲我们台主岗的时间太久了,以致一时之间无法令他们屈服川普,指出中国经济露出皮软具象及其股市下挫,证明美国关税措施产生了效果。 但中共当局依然完抗誓言,以激励内需来缓和贸易冲击川普说他们现在在经历更艰难的日子,我不希望他们那么难。 美中会谈焦点,在所有权与强制,技术转让。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Cutler周一跟媒体透露与中共的贸易讨论没有取得进展。 他说,美中双方的讨论还在进行待美国,并不急于与中共达成协议。 库德洛表示,美国总是愿意与中方会谈,但他的事具有实质,重要和认真的会谈。 他透露,目前双方的讨论还不够详细迄今为止的会谈,主要集中在企业所有权和知识产权道谢方面。 其中一个关键的是,是所有权美国公司能在中国运营,而不是必须通过由中国持有更大份额的合资企业。 他说,库德洛表示,中国存在的强制技术转让,并暂还美国公司,无法拥有匹配的股权。 我们应该拥有大多数股权。 事实上,因为技术,我们应该拥有全部股权。 但因为中共的强制技术转让美国公司的董事会,拥有公司的人却不得不把公司蓝图摆上桌面。 供中共审核他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库德洛认为美国到墨西哥到加拿大自贸区协定,USMCA是在给中共发出重要信息。 我们再努力就贸易上达成协议。 北美国家式议题,智能踢爆川普习近平下次会谈的时间点图为库德洛现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路透社。 10月1日报道,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会上库德洛、Larry Cardillo趁川普、Donald Trump和习近平很可能于11月30日在阿甘廷布伊诺斯艾利夫举办的G20峰会上进行会谈阿波罗网孙瑞后报道。 中文字幕并且网站在朝央中,列島上廷布伊诺斯艾利夫举办的地位。